投顶球封下网的原因是两个问题 我做一个你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封网的时候是这样去封 我们正确的时候是这样打开 这样去封 但如果你是手在前面伸过去 你这个点你这样封 你看就容易下网 打开拿上来 在这个点封网就不容易下网 你的整个摆逼动作就能摆起来 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用了高远球的动作 就是如果是你用高远球封网就是这样封的 那么你在打到球的时候有可能是在这样 球在这 那个球在这 那么我们打到球的时候是这样 你是这样封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封网的时候 击球点是朝地面的 是不是很容易往下打 对吧 那么如果是想要打过去 是不是应该这样封 对不对 我们要用杀球的握拍 掌心和手腕都是朝前的 这样去封 往前做一个推送的动作 沿着那个三点一线去推送 对吧 这样封 这样去封 那么就不容易下网 对吧 因为我没有这个下网的动作 这样就是有下网的动作在翻过来 对吧 那我这个没有下网动作 是不是大概率可以避免下网 是不是 我这个成功率就更高了 对吧 OK 这是第二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问题 就是你考虑一下 你是不是 那个人没有走到位 就是你是不是要加一个步法过去 如果你老是这样过去 然后又是高远球这个动作 对吧 你看这样封是不是就很容易下网 对吧 但是如果你脚到位了之后 用我们的动作 是不是成功率就会高一些 对吧 就这三个点可以去调节一下 对吧 好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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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